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宗成 今天跟各位讲个笑话 有一个人去登山的时候 他走不动,他就找那个教夫扛轿子的 扛滑杆的,然后就带着他扛了他上山 结果那个他就跟他讲说 李贵姓,那个挑夫就跟他讲说 我姓鲁,鲁迅的鲁 结果这个客人就跟他讲说 鲁迅姓周,不姓鲁 他说鲁迅怎么会不姓鲁呢? 那怎么会叫鲁迅呢? 结果这个人就跟他讲说 那我们俩打赌好了 我说鲁迅姓周,他有周座人 他第一叫周庶人 两个人,浙江少青人 大陆人对鲁迅比较熟悉 结果他们俩就说打赌 我跟你打赌 打赌100块 假设是100块好了 结果那个教夫就说 好,那找谁来评判呢? 结果一早找到登山处的服务员 收门票的服务员 就跟他讲说 服务员,我们俩打赌说 我说那个挑夫说他姓鲁 他跟鲁迅一样 鲁迅是姓周还是姓鲁 结果那个服务员讲说 鲁迅当然姓鲁啊 那不然他为什么叫鲁迅呢? 所以你看,这就是秀才遇到兵 有理讲不清 结果,因为两票对一票嘛 结果他输了 输了,只有把钱给那个挑夫了 因为这里无法理喻 这是一个笑话 我们再来讲第二个笑话 第二个笑话 是校园笑话 这个笑话很老 就有一天 都学到学校来视察学生的学习状况 看到有一个班级 正在上自然科学的课 结果老师拿了地球仪正在教学 于是都学就决定进去考考学生说 这位同学你告诉我 这地球仪为什么是歪的 因为地球的旋转 它是有一个轴线 它并不是这样旋转的 而是有一个轴线 斜的一个轴线 那在旋转 那这个 直接那个学生假很慌张的说 那这不是我弄歪的 都学很生气 就问了另外一个同学说 就问了另外一个同学说 这个地球为什么是歪的 结果另外一个同学讲 都学对不起 我刚刚打课 所以我没有看清楚 到底是谁弄的 结果都学就听了更生气了 这时候老师赶紧冲过来 他打原厂说 买来就是这样 买来就是这样子 各位听懂了没有 地球仪本来它的 它的那个轴线就是斜的 因为地球旋转的时候 它是绕着太阳这样转 所以它本来就是斜的 它有一个角度 那这个 这老师来打原厂 他显然老师也是一个外行的 这其实就像另外一个笑话 想到另外一个笑话 就是一个小学老师 跟那学生讲说 我们小学的老师 低年级 一二年级的老师 才会这样搞 小朋友们 来我们的第一排的人 如果是你们 你们讲的答对的话 我们就给你画个苹果 然后苹果月 就是用这个虚构的东西来鼓励 结果那个老师就画了一个苹果 在那个黑板上面 那小伴有说 老师那是屁股 不是苹果 结果那女老师嘛 气得哭了 我是明明是画苹果 你怎么会说屁股 结果就去找校长 结果校长就说 哎 怎么回事 他是学生欺负我 那个校长觉得 女老师很可怜 同行女老师 来我带你们教室上去 我看看哪些小朋友 这么调皮不乖 结果到教室之后 那个校长就问同学说 同学们 在黑板上画的什么东西 所有同学一起讲说 屁股 结果那个校长一看 黑板上画的那个 就讲说 老师你画个屁股在这上面干什么 可见那老师画的实在是不咋地 一个苹果画成屁股形状 那这个这里面 我们其实我讲的笑话里面 其实是另外有含义 也就是一哭鬼 我们这个时代 黑白不分 是非颠倒的情形很多 你并不是说 有的人有模有样的 什么学历什么职位什么 他你就能代表什么 同样都是一哭鬼 一个洞窟里面全是鬼 刚讲的那些人都是什么 文盲是文盲 不是智的是不是智的 或不懂的是不懂的 等等等 反正就是一堆人都是什么 如果说我们用那个 用现代话讲就是废财 废物 但是呢 他失位素餐 因为挑夫他不认识字 他说鲁迅姓鲁 那可是那个公园管理员 他应该认识字 可是他也是 也是个文盲 鲁迅不姓鲁 那姓什么 当然姓鲁了 鲁迅怎么会姓周呢 这就是一篇之见 那实际上你知道的人 所有的众人皆罪 我独醒 很可怜 他最后他出局 他认输了事 脱离那个圈子 这就是我们 我今天要讲的就是 一哭鬼 这种一哭鬼很多 各位如果看看那个 什么司法娼妓 就是一哭鬼 以上跟各位分享 谢谢 谢谢